她是一个会演戏真的会演戏的女演员 她有一些点能给到你 包括我们俩演情感戏的时候 就有时候她说的那几句话 她说到你心坎里 你就自然而然 你的那种情绪到了 你的眼泪就自己就下 她就把你完全带入到那场戏的状态里 然后就有 就这样的演员我真的很想合作 这姑娘我真的从发自内心的喜欢 真的很敬业 而且从来没叫到哭 从第一天开始到杀青 从来没有一天休息过 年轻代的演员当中 在演技上是挺不错 而且会演戏 他会演戏 抽打她的第四天 她跑到我房间里去了 导演 打我的戏还有多少场 我各都面向的 我觉得一定有问题 我没说话 我说你过来 孩子因为我是做母亲的 我就把她那个裤脚拉起来 哎呦 一道道的变海 遍体的一生 因为演员也不知道 导演也不知道 她打到哪了 因为我一直没有吭声 因为我觉得下面都是人 他们特别辛苦 在太阳下暴晒 打中午的 所以没有讲 因为很多像你刚才说的 要打 她都自己亲自打 每次都是也是都会受伤 被瘀青 我就挺挺佩服她的 一个女孩 因为她很瘦 对 然后每次格斗啊干嘛的 都是就是把我自己来 可以让你提神 没关系啊 来吧 来吧 不管了 来 准备 来路了 小心 来路上 来 高高高高高 上来 我们再来一个 一 二 二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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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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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人巨大的角落里 因为我一直拍戏就 拍戏的时候我会浪掉这个 就是撞到哪里或者把哪里摔倒 坐盘就没有面子 如果很大的口就会会撒进去 就会有感觉 然后拍完之后隐隐作痛 所以当时下水的那一期的时候 我也不是大身上流伤 就我平常像清了好像流伐 那就是把身上流伤 就继续做成 对啊也没有替床可见 当时就是那个沿起来去下水 下水之后我就好疼啊 我当时心想我应该是 被什么奇怪的东西咬到了 把他被他腿上 我就一直在呜呜 流浪过多失了 就对了那一道灾红 淘汰 躺在终点 写一张明星片 记住这刻等待被拆封的 你还没有陷入 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看 不可不可以被打破了 就抽筋了搞不好手然后就得 搞不好手 搞不好手就是手势没有搞对 人在茫茫木路寻宝藏 却顾了俯世骄阳 也受过人间玩笑 孤城里长桥上 人如海车乘航 你笑得像光芒 木人把我照亮 风轻扬下微扬 零一路单求香 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 就承认一下情争一见子难忘 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 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 我心之所想 第一次尝试温雅吧 我一样的真亲爱的感觉 当时 因为我好喜欢你们飞的感觉 就第一次的时候会感觉散掉 在叫过山车 这三十七也有叫过威亚 但是没有真正的飞下来 可能就是为了安全会掉 掉起我这样子 就没有体验从远处 这样飞下来 所以我 这三十三十七 第一次尝试 从天上飞下来 然后我就觉得 好刺激 好好玩 那我要打中 给你 说是 我要追 起舀 我 です 223 飞 � is 你是 我偶尔 你 那 像雨 123 走 哈哈哈哈哈 esteem 看 symbols 123 是的 这个事 哦 你笑得像光芒 无人把我照亮 风轻扬下微扬 林荫路单车香 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 就成人一下 清真一见曾难忘 说什么情深似海 我却不敢当 最浪漫不过 与你并肩看夕阳 我心之所想 想和你游泽 放上晴雨的风光 想和你扑制 笔写余生的篇章 笑与泪都分享 关情节多跌宕 我们不散场 我只是想到我们公司的 我们公司看到这个花园的表情 现在想一个 老海军最先实现出来的是谁 妈妈 回新疆你第一个要吃的菜是什么 妈妈做的菜 可能家长父母是 越来越会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需要我们大家去关怀 去照顾他 我觉得两个人是要一起成长的 然后其实很多事情 我觉得两个人可能会有落差 就比如说像这个角色里面 白浩宇是个副总编 然后我是一个只是一个实习生 我觉得这种感情虽然是可以 你可以我们相认了 我们之前就认识了 然后我们维持这段感情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长久 因为我们看待事情的 是面都是不一样的 两个人首先要站在同样三观 同样的一件 一个层次上面去考虑一件事情 这段感情才会可以长久 是很早之前我还没有出来拍戏 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有一个网友在我的微博下面评论过 说你为什么不拍戏啊 好像你是学表演的 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话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粉丝 他到现在都一直都在支持着我 然后他当时在微博下面评论 他说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去拍戏的 他一定会 我们一定会在电视上看到他的 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 如果我不再拍戏呢 如果我去改行了呢 如果你在电影电视里 就看不到我了呢 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直到今天我成为了演员 然后这位粉丝也一直 见证着我的成长 不光是他 其实有续续多多这样的 从一开始 我还没有 正式成为一个年代之间 就一直支持我 到今天的粉丝了 非常谢谢你们 非常感激 因为是你的日历量 让我觉得我还有 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也想要 有更多更多的作品 可以让你们看到 然后 2016天1月2号 就是我们在一起 5周年的纪念日了 希望我们可以多多 下一个 10周年 下一个10周年 下一个15周年 20周年 25周年 看我应该很老了 然后非常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爱丽丝们 对我的支持 因为已经6年了 能够陪伴一个人 6年 真的时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你们都是我也能最了不起的人 因为 很多人我都没有见过 然后你们也一直陪伴着我6年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还有就是 2016年辛苦你们了 各种后援会 各种应援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那2017年呢 希望你们快乐 然后我也会努力加油成为 值得被你们支持和喜欢的人 我记得 有一个粉丝曾经给我写过一个私信 说 我很喜欢现在的你 希望不管过了多久以后 你脸上的笑容 还是会像现在一样 不变 然后就特别感动 就觉得 能有一个人 就是默默的支持着你 然后 就有的时候会想自己是 获得可能会让大家 这么喜欢的支持 而且也想要有什么可以回报给大家的 但是后来也想说 只要我努力的去工作 然后表现出最好的状态 并且可以给大家正能量 也能让大家 不辜负大家的喜欢 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最后还有谢谢我的小姐们 谢谢你们以后 谢谢你们以后 对我成长 一样为需要的人 搭造一个天长 隔声是翅膀 找出了希望 所有的付出是隐害的力量 我们都一样 希望下一年 下一年我们都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 谢谢你们为我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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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谢谢 2017年也要拜托你 比较多安 新年快乐 我们都一样 一样的善良 一样为需要的人 跑走一个天长 隔声是翅膀 撑出了希望 所有的付出 只因爱的力量 和你一样 现在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有多幸运 其实是这样 因为这一路走来 我都记得自己非常清晰的脚步 我都知道是怎么一步一步 就是能够到今天 可以就是有自己喜欢的角色 也可以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幸运 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不是说我坐在这里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就肯定会有好事来找我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幸运 但是一定会自己去创造幸运的